全憑他的一雙手, 成就一家三代男兒, 美美人生 玉太四十年家廚經驗, 原來就是最緊要好吃 千呼萬喚玉太教主, 玉太家常菜 逢星期六晚上九時YouTube首播, 請付費支持MyRadio節目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言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毋敏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毋敏踩場 今天是2023年9月6日, 星期三 現在香港和台灣的時間是晚上十點 毋敏踩場一直以來都是晚上十點做直播的 星期一, 星期四, 以前就改了星期一, 星期三 但我現在人仍然在加州, 在美國都來了差不多兩個月 所以我做節目就是在這裡做的 這裡的時間就是2023年9月6日的早上7點 我們歡迎各位朋友進來看直播 也歡迎大家踴躍發言 在留言區那裡 我都會看直播的 有時候我都有一些 我又沒有什麼回應, 我會說個Hello 也都謝謝過去 每次我們做直播的時候 都有差不多近2000人是看直播 然後也都有很多朋友 會有些超級留言給我們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第一節我要講的就是這個美中關係 這個星期一, 北京就宣佈 這個國家主席習近平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會缺席這個星期尾 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G20峰會 然後就由這個國務院總理李強去出席這個會議 這個就引起很多猜測 這個中美關係想復和 似乎都還有一條很遙遠的道路 所以我們今晚就就這個問題 分幾個部分跟大家討論一下 第一, 為什麼他不去呢? 這個G20峰會 是象徵 你習近平作為現在世界第二大強國 中國的最高領袖 當然我們認為他是一個獨裁者 一言而為天下法 一人獨製 一個這樣的局面 你要出席這個G20 這個是世界現在最高級別的一個峰會 你要顯示你是一個世界級的領袖 有什麼你又不去這個G20呢? 你看看歷史呢 他是由2012年開始到現在 就是他2012年正式登大堡到現在 正式成為這個國家主席 成為中共的黨總書記和軍委會主席 大權獨立 就是在這個中共的十八大之後 他正式完全掌權的 十八大、十九大 接著就是去年的二十大 這個是他的第三任 本來只可以做兩任的 那你有什麼理由這個G20不去呢? 從2012年到現在 他從來沒有決席過的 這個有十九個國家 加上歐盟的所謂G20高峰會 他在過去那十二年 他也是有參加的 那為什麼這次不參加呢? 就是在這十二年期間舉辦的這個G20 他也是參加的 但是這次呢 就沒有參加的 那這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在這個記者會裡面宣布這個消息的時候 或者記者在那個例行記者會裡面 就是問為什麼習近平不去的時候 他就全部都拒絕回答的 那所以這個 就自然引起很多猜測 我常常認為現在美中的形勢 就是和戰兩難 那他們那個關係不好 或者現在陷於低潮都有很多原因的 就是最早來講就是因為2020年的時候 不是 就是2016年 就是這個 特朗普上任做總統之後 跟著就發動這個所謂貿易戰 科技戰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中美交互的開端 那跟著來到拜登 做總統了 2020年拜登 就是贏了這個特朗普做總統 這個美中關係都是沒有得改善的 是令到很多人跌眼鏡 有些人認為 你拜登家族 就像他兒子和中共的關係這麼好 拜登和習近平就是舊式 就是拜登做副總統的時候 甚至習近平做國家副主席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是有來往了 可以說他們認識的時間 還有對對方的了解 就比這個 就是習近平和特朗普 是更加密切的 可以說那個關係 但是 拜登上了一場之後 都沒有辦法 所謂reset 改善這個關係 那原因有很多 第一 就是這個烏克蘭戰爭 第二 就是台灣問題 還有香港問題 就是 在拜登上任了之後 就更加嚴重 2020年7月1號 這個國安法頒布施行之後 香港就由黨國體制 極權統治取代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而這個所謂對香港和中國的官員的制裁 是由這個 特朗普簽署的行政命令 總統簽署的行政命令 由財政部執行 然後每年 由這個拜登做總統的時候 都繼續 所以 即使拜登做了總統 美中關係 都是看不到有任何改善的跡象 即是大家都可以看到 現在無論民主黨共和黨 明年選舉 他們都是 可以說是抗中的 或者叫反中的 這個已經是 兩個黨 基本上是不約而同 這個未必說 大家坐在一起 開會有共識 但這個已經是不約而同的 甚至乎他們的國會議員 參眾兩院的議員 在有些問題上 甚至會連署 是吧 向這個 美國政府施壓 是吧 就是 針對這個 香港問題 是吧 或者這個所謂人權問題 向這個拜登總統施壓 是吧 最新的單位是 李家超 不可以來美國 舊金山參加 這個今年11月舉辦的 這個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是吧 兩黨的議員 向這個白宮施壓 是吧 講回這個G20 是吧 其實 就是 之前一段時間 這幾個月 大家好像看到 有些跡象 就是說 美中雙方都希望 可以復和 或者改善關係 是吧 但是 事實上又不是 是吧 即使你 幾個月前 這個國務卿布林肯 是吧 可以去北京訪問 是吧 那大家都是一人一個喇叭 各說各話 完全都沒有意見交集的地方 都是發表一些空話 雙方面都是 跟著就到這個 財政部長葉倫 是吧 又去北京訪問 再來就是氣候大使 是吧 這個氣候特使 也都去北京 跟著最新的那個 就是早幾天的 這個商務部長 是吧 雷蒙多 那這個呢 就是中方邀請他的 是吧 那就是說 擺明是想改善關係 是吧 但是在這個層級裏面 這幾個都算是高級別的官員 是吧 但是拜登和習近平 上一次已經見過一次了 是吧 那個是 就是 疫情這幾年之後 第一次敗習會的 是吧 好了 為什麼這次 這個G20有個這樣的機會 是吧 這個習近平都不出席呢 這樣 那就是說 是不是雙方關係 根本就是 就是仍然是沒有辦法 大家 就是 都是有很多 就是分歧的地方 而這些分歧呢 就看不到有任何 就是可以改善的地方 是吧 就是 說回剛才說商務部長 去訪問大陸的時候 其實他的態度 都是很強硬的 就是 在他發表的言論來說 都是很清楚 相對來說 都是強硬的 是吧 那 而 中方呢 都有些示威的味道 做了一些小動作 就是華為的 最新款的手機 Mate 60 在他訪問期間 就預售這隻手機 那 為什麼說 這個是一個示威呢 就是因為說 你現在 美國 對這個 所謂高端晶片的封鎖政策 是證明你失敗 因為我這個手機 華為這個手機 都出到 是吧 我所需要的高端晶片 都有的 你這個所謂封鎖高端晶片 這個高端晶片的封鎖政策 基本上是失敗 但是當然 美國是不會放棄做這件事的 他是會繼續的 當然 有些 所謂親中的人 或者和中的人 包括在大陸那些 不要說 在海外 甚至在台灣 或者在美國 朝野 或者一些新聞界 他們都可能有些看法 就是說 就是 因為 為什麼現在的情況 仍然是這麼僵呢 是吧 因為 美國做了很多 就是 令到中方 就是他都沒有 就是 沒有轉環的 沒有轉環之處 是吧 都不知道怎麼去適應 是吧 但是 在美方來說 就是 在美國 國內也都有一些言論 認為 喂 2027年 是這個解放軍 就是 100周年 大哥 好像 建軍100周年 南昌 建軍100周年 當年是南昌暴動 建軍100周年 2027年 有些人說 他建軍100周年 那 2027年 打台灣 有很多 這種說法 另外呢 2027年 還有一件事 就是 習近平 就是這個 第三任 結束 第四任 開始 是吧 2027年 距離現在呢 還有四年 那 習近平也是七十幾 毛澤東仍然掌權的時候 都七十幾歲 是吧 就是他自己 可能也是這樣想 鄧小平 就是 90歲 死之前還是掌權 是吧 那 所以他就有時間 那是第四任 那 喂 去到第四任的時候 我又建軍100周年 他有第四任 做第四任 就是 第四個五年 還打你台灣 這個其實呢 就是 在美國 那些情報機構 國安機構 其實他們都做好了 這些準備 或者研究 調查 全部都有的 所以才會有些風吹出來 說 2027年是很關鍵的一年 那 2027年 就是 如果 明年的選舉 是民進黨 就是 繼續執政的話 那 由 2024年的 五月開始 到 2018年 都是 民進黨 執政 那 如果 明年 賴清德 可以當選總統的話 看個款 都可以做八年 那 那就是說 2027年 就是 建軍100周年 然後 習近平 是他第四任的任期 開始 咦 因為他教終身制 當然是做到他 瓜佬襯的 是不是 那這個台海的危機 就真的 喂 在那一年 其實都可能 是一個 關鍵的時候 那 可能美國是這樣看的 是吧 那 我們看回 那些 報道 我就覺得 習近平 他不出席這個 G20 那 你可以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看的 第一 他是2012年到現在 就是掌權為止 從未缺席過這個G20 那 為什麼今次缺席呢 最近的 那所謂金磚五國 在南非 約翰尼斯堡 那個高峰會議 那 因為中國他是作為主導的 那 但是那個在南非 做主辦國 那這五個國家 就是 所謂金磚五國 現在可能金磚十幾國 二十幾國都未定過 因為 在 月中 就是上個月中 在南非舉行的這個 所謂金磚五國的峰會 就已經有六個國家表示 就是 要納入了六個國家 另外有十幾個國家 又申請入會 加上二十幾個 是吧 那 就是有些人就認為 那 這個所謂金磚 這個峰會 可以取代你G20 因為金磚峰會 又有俄羅斯 又有中國 是吧 但是不要忘記有一個印度 是吧 是吧 但是印度最近和中國的關係 非常惡劣 因為那個 所謂最近的2023年 那個 中國新版地圖的問題 是吧 有主權爭議的兩個地方 就是 被這個 中國列入 中國的版圖 是吧 印度抗議 是吧 雙方關係 就非常之惡劣 雖然這個印度總理莫迪 曾經 都想討好一下中國 跟中國 建立一個比較好一點的關係 是吧 但是這個邊境問題 加上最近這個地圖 我就形容這個 義淫主權 是吧 根本你沒有這個主權 你要義淫別人的整幅地圖 裡面 新版地圖 這個是你的 那裡也是你的 南海很多是你的 南海 中國南海 全部都是你的 是吧 這個叫做義淫主權 引起印度 就是菲律賓 很多地方 馬來西亞就抗議了 是吧 所以跟印度的關係 即使 G20 印度又有份 是吧 那這個金磚五角 印度又有份 是吧 那 但是 關係是不好的 是吧 所以現在在峰會裡面 在新德里舉行 那除了給顏色 美國人看 又給顏色 給主辦國 印度看 是不是這樣呢 那這個也是 有個可能性存在的 那 過幾天 在新德里舉行的 這個 G20 高峰會 那拜習會 呢 就 告吹 那但是 接下來 11月 在舊金山 即是美國作為主辦國的 亞太經合組織 高峰會 這個領袖會議 那 拜習會又有沒有機會出現呢 那 那最近這個 就是 中國國家安全部的 就是 微信公眾號 就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 美國需要 拿出足夠的誠意 就是 講到關於這個APEG 就是拜登 就是 跟習近平 可不可以見面呢 所以習近平會不會 來舊金山出席這個 亞太經合組織 領袖峰會 領導人峰會 那這個 就是 美國要拿出足夠的誠意 那 言外之意是什麼呢 就是說 喂 你做些事情 給 就是 習近平看 那他覺得 可以 來這個舊金山 跟你會面的 那就是說 這個做些什麼呢 是吧 那 於是有些人 可能會聯想到 喂 這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 李家超 是吧 就是較早前 啊 因為有兩 就是這個 民主黨和共和黨 兩黨的議員 聯署 向這個白宮施壓 就是 你國務院一定不可以邀請 這個 你一個 李家超 啊 參加這個 出席這個 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在舊金山舉行的 因為你是主辦國 那 因為他是美國財政部 制裁的中港官員 其中一位 是吧 所以他是 連入境都不准的 OK 那會不會 啊 就是 這個可能 李家超 啊 如果他是這樣想 就可能想多了 因為你李家超 沒有得去舊金山 是吧 因為你被美國制裁 於是呢 習近平呢 就以牙還牙 是吧 為了你一個李家超 我就不去這個 舊金山 是吧 那 李家超 就真的會想多了 如果是這樣想 或者有些人是這樣想 就真的會想多了 是吧 兩回事來的 OK 這個是承接著 就是過去 剛才我分析那些 是吧 喂 美中的關係 它是存在很多矛盾 和分歧 那中方是極不滿意的 是吧 美方也是極不滿意的 對中方的表現 特別在烏克蘭 這一場戰爭底下 即這場戰爭 你是持續地支持俄羅斯 等於是 這樣 你沒有正式表態 是吧 不大致沒有正式表態 反對戰爭 反對俄羅斯入侵 還說他這個是 即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侵略 是吧 那你跟所有西方國家的 那個看法都完全不一樣 那當然在中國方面 都認為這場戰爭 可以抗日持久 拖這麼久 也是因為你美國 出武器 你支持烏克蘭 是吧 才會變成這樣 所以大家在烏克蘭問題裡面 基本上就是 茅合神尼 最近加上那個 2023年那個 就是二任主權的 這個所謂 新版中國地圖 是吧 也都引起 就是 就是中國南海周邊這些國家的反彈 就是 加上美國也都是 雖然他沒有正式表態 但是他都覺得是不妥當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 就是從很多跡象顯示 是 11月這個APEX 就是 拜習會可不可以 就是 就是 出現呢 那這個都是 一個很大的問號來的 好 休息一會 對 九星星